水上漂浮的雙腿 找不到的躯干 不腐烂的头颅 头发胡须会自动生长 军中同袍很下杀手 平安夜这天一切浮出水面 大家好我是宽展 这是我们五二调查线推出的第二个悬案单元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中天电视频道的话 请赶紧去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推出了 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先在这里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不过我们把时间推往71年前 也就是民国48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社会在这个圣诞夜 爆发了震惊社会的杀人分尸案 接着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1959年也就是民国的48年 当时人们对圣诞节的气氛感受还不是那么浓烈 对他们来说隔天可以休假的行线见日 才比较印象深刻 当天早上七点多天才刚亮 跟现在一样才刚进入冬季 而两名工人来到了当时还叫台北县新店镇 下龟山桥的这处地方 我们打开Google Map一看 现在的这个目前的模样山水秀丽 还有一座大桥 而当时台电沉沙池的管理工人刚起床 要准备这一天的工作 而这个沉沙池顾名思义 就是要负责打捞沉淀杂物的一些地方 所以经常上游会飘来一些阿猫阿狗的尸体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稀疏平常 而这一天又有一包飘流物出现 被水流冲到了岸边 工人很利落地把包裹打开 一股浓厚的丝臭味扑比而来 而他们当下的直觉呢 又是什么动物的尸体飘了下来 直到他们打开一看 发现这个重量跟平常不太一样 里面竟然装着人类的两条大腿 而两腿中间还放着两块砖头 而捆绑他们的是一长条细细的铁丝 就这样放在包裹里面 诡异的是 正常的人看到这幅景象 应该都吓得尖叫赶快报警 而他们却觉得 这会不会是上游的医院或是诊所 漂流下来的医疗废弃物 当下完全不以为意 直到隔了两天才赶紧去报案 他们发现腿肉了过了两天 也就是12月26号 他们发现 上游根本没有什么诊所或医院 这才经觉不太对劲 这个腿来历可能有点问题 赶紧通报警方 这下不得了 赶到现场的刑警 发现这腿上的刀痕 刑警从腿上的刀痕判断 这绝对是一起残忍的分尸案 这双腿才正式送交当时的警务处刑警大队来送宴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人又是谁 其他的部位又在哪里 只有腿的分尸案 立即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 被称作新电锡人腿案 这次警方赶紧派出了大量的人员 在西边的周围加紧搜寻 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因为只要找不到身体 这个死者的身份就难以确认 警方不断的抽水挖沙 果然在池底发现了另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 这次是一个完整的头颅 同样里面也放着两个砖头 然后用铁丝将它紧紧的缠绕在一起 显然这个嫌犯不想要让这个证据曝光 打算沉在池底 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而根据当时的报导 这个头颅的太阳穴位置 有被敲击的痕迹 两眼瞪大 显然是死不瞑目 警方从这几个包裹中 发现了几条重要的线索 第一个就是这包裹的方式相同 显然就是同一名嫌犯所为 第二 另外一个新的包裹里面有犯案的血衣 是一件铁灰色的西装裤 还有一件外国进口的夹克 接着警方只要比对失踪人口 感觉距离破案就不远了 只是躯干到底在哪里 怎么说都找不到 而当时警方怎么样都不愿公开 侦查了进度 却罕见了在媒体上 公布了死者的头颅照片 并发表法医相验的细节 大致拼凑出死者是男性 年约30岁 身材中等 身高约168公分高 死亡时间约是在12月18日 不过这样的大动作曝光 却没有得到任何可用的消息 而正当警方一筹莫展 大举搜山度过了1960年时 在1960年元旦的这个晚上11点多 一名嫌犯刘志才出面自首 他公称 死者身份叫做孙伯英 他是退役人员住在台北市 而警方根据他的公词 立即在逮捕另一名嫌犯 袁一鸣 三个人原来是多年的军中同袍 刘志才因为缺钱花用 与袁一鸣何谋将孙杀害分尸 弃尸在行建西 并将躯干部分埋在山区 得手以现在价值来算 约100万元以上的财物 最后刘志才被死刑起诉 无期徒刑三选定验 当初孙伯英被他的同僚 伤害的时候 他的一个朋友 把其他的死守 都拿拧回去火化了 就是唯独这个头颅 他的朋友 怎么样都不愿意拿回去 怎么样都不愿意拿回去 那杨玉松 因为这个头颅十几天来 都没有腐化 找到这个头颅的时候 他又是认为 这个有医学上研究的必要 他都拿回去 泡在弗马林里边这样子 孙伯英的头颅没有腐烂 被泡在弗马林罐里 最后落在知名的已故法医 杨玉松的手上当研究 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我一直感觉到奇怪就是 他的胡子很冲很冲 他发丝很细 在飘 他的蜂蜜蜜会飘 动一下会飘 这个披药液可以死多人 云生的 云生的 云生生生的 你尸体生 尸体没有 但是鼻子眼睛 会动 云生还会移动你们这个位置 他死了以后 他的目法 目法 肤子还会生死 这个头颅顿时成了全台湾最著名的人头 在刑事局的法医室 一待就是40年 警察破案缺乏灵感 还成了另类的咨询对象 他说这是他们的正手之材 灵感 最敌 破不了案的人 拜拜就破了 你要长出头发或是胡须 任何的毛发 里面一定含有蛋原子跟硫原子 那我们今天你扶马尼这东西 明明里面就没有蛋原子跟硫原子 他不可能因为泡胡马铃而长出头发 这个胡马铃是一个尸体的保存剂 那这个过程中呢 他的整个脂質跟水分会慢慢被取代掉 所以一样的 这个皮肤会比较干燥一点 会比较塌心一点 那当然塌陷的过程 毛发原本在原位 那我们塌陷的过程中 皮肤向后退 毛发事实上长度是一样 可是我们看起来他会突出皮肤 就好比长头发是一样的 这个木乃伊啦 或者是干湿啦 我们会发现他的皮肤 这个慢慢干的过程中 毛发会长 或者是指甲会长的原因 它实际上是一样的 科学的解释似乎给了一些答案 但又无法说明 为何孙伯英的头发跟胡须 竟然可以长了几十年 真的是皮肤塌陷造成的吗 孙伯英的头颅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网友们还有想听的 悬案故事呢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让我们来参考推荐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